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蓝夏如 感谢收看今天9月28号的宜兰新闻 先开始等你来关心台风的消息 因应杜鹃台风来袭 县长林宗贤今天早上10点 亲自主持灾害应变中心的工作会议 并且和坐镇在中央防台中心的 总统马英九视讯连线 说明宜兰防台的应变措施 杜鹃台风来袭 预计今天晚上8点会在宜兰跟花莲之间来登陆 为了掌握台风动态以及相关应变措施 县长林策前今天早上10点 亲自主持灾害应变中心的工作会议 并且与总统马英九进行视讯连线 说明宜兰县防灾应变的措施 这次的台风它可能登陆的地点 在宜兰跟花莲之间 是不是可以请说明一下 目前防台准备的情况 尤其是进行预防性 撤离比如说像靠山区的乡镇 也去离宾报告好不好 包括低蛙的武捷东山 壮围还有山区的大同南澳 分别国军都已经协助在做 提防性的沙包准备 同时我们对于我们大陆渔工 或者是换机移工 分别都在昨天开始做安置 总共安置了人数跟船数达到148船 296人 目前我们对于这个雨量的预测 会集中在我们的大同跟南澳 所以几个抑制灾的预防性撤离 现在分别协调大同相公所跟南澳相公所 针对我们几次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都做预防性的撤离 那我们希望都能够在 今天傍晚以前都能够来完成 而国军今天也出动了109元的兵力 协助各象镇市公所来进行 沙包堆制以及预防性的撤离 总计撤离100多位低蛙地区的民众 至于交通的部分 国道客运下午3点后全面停驶 铁路则是在中午过后会陆续停驶 亦然新闻记者莱福星才会报道